我是新冠典 我是新冠典 大家好 晚安 我是小哥 各位欢迎收看 我是新冠典 我是新冠典 猪哥亮 猪大哥走了 他离开之后 猪式幽默也成了绝想 那么回想从1985年以来 这一段秀场文化确实是所有台湾人共同的回忆 秀场文化事实上从早期搭棚子 到有固定地方演出 到水晶舞台 后来甚至灯光美气氛 加油舞群乐队豪华的舞场 整个过程其实很多人都共同经历过 在这期间有掌声 有吁声 有吆喝声 当然也有枪声 所以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一段 令人难忘的秀场文化 好 我们高人接到这些来到现场的来宾是 这些秀场主持人 韩吉 大家好 前行室警官高人和 阿官好 大家好 高人和也去秀场站过程 对吧 是啊 都看不费的 都免费的 好 邀请到流氓牧师 宾哥 阿官好 大家好 宾哥也包括党喔 我们都会来问他包括什么党 好 我们特别邀请到秀场天后张秀卿 阿官好 大家好 我是阿哥哥 天后 阿哥哥 天后 好 好 好 新歌 邀请到 嗶嗶姐她是女版诸葛亮 嗶嗶姐 大家好 我是嗶嗶 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许盛梅 大家好 我要带你来看 其实诸葛亮离开之后 很多人关心他的债务 据说他的债务是由竹联邦大哥 帮他敲的 我有主信 我爱我都得没 开刀后敌不过病魔缠斗 诸葛亮辞世 住院期间据传竹联邦虎堂大哥 朱家讯探病 要帮诸葛亮清偿最后债务 不好意思 接过一下 演艺圈大姐大 邱黎宽也积极想办法 传闻找上竹联邦大佬 黄绍晨 为的也是防朱葛亮 债务子女 但被点名的这两个 恐怕都不是 竹联邦没帮上忙 你看那几年的话 朱葛亮他的生活 演艺生活 或者接拍广告电影 都很顺利 相信那个时候 是有人帮他处理的 所以外传是说 四海帮的大哥在帮他处理 愣子朱家讯 是朱葛亮的换铁兄弟 但后来开餐厅 几乎不管道上市 要乔债有困难 朱葛亮的债 几乎都被杨登奎吸收 但杨登奎死后 债主蠢蠢欲动 因为我出国前走 所以这里负十多年 演艺圈付出 主持节目两亿两千万 十七支广告三千万 八部电影六千万酬劳 就赚进三亿多元 当年出国深造 躲十亿债务 在杨登奎的帮助下 还有扣掉朱葛亮付出酬劳 剩下的债务大约五千万 随着朱葛亮过世 恐怕跑出更多的隐形债 欠债金额翻了又翻 虽然乔债的说法 没有得到证实 但可以确定的是 朱葛亮最后的日子 几乎用命在赚 想尽办法要保护儿女 三菱新闻综合报导 好 我们等会再来谈 娇小姐的事情 不过在今天我们来怀念 从鼎盛到末落 历经沧桑的秀场文化 特别请到秀卿姐来到现场 其实我算是在秀场的 比较末端了 那时候真的看到你的面 就好像看到一个灰车头 真的吗 有这么大肚子吗 车头是国民歌 对 大家都在唱 我也要唱 我来唱两句 让你听 这是在你面前搬门弄斧 不要这样说 先听他说 音乐也要音乐 我不是天后 我们也要音乐一下 音乐 请下 来 掌声鼓励 火车已经到车 我们的心头漸漸挡 是这样吗 好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了 我来接亲人 我是胸心来秀赞 无情的阿波山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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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待避兰山 心衰的人 过车已经过车三 我们的肉口已经红 车躺来心爱的人 这一句叫做 航家一开口就是有没有 真的还很大 你今天是在把我假扫的样子 像我特别说你手声 假扫好像不能讲 假扫好像不能讲 要逼掉吗 好不好 后面那个字不能说 听说朱大哥对你特别好 过去一般的歌星都不能宣传歌 对不对 其实我算是在以前在秀场 朱大哥很照顾我 因为那时候我跟小燕 我们都还是新人 而且那时候是我还没有红的时候 那我就是在有搭上末班车的这个秀场 那时候我还跟朱大哥一起那种全省的巡回演唱 然后那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 那以前的秀场大部分 很少像我这种Style的 就是比较清纯型的以前的 不是 年轻也够很漂亮 年轻也够很漂亮 我现在是老的吗 现在不是老 我现在就是祖郎 祖大哥说的祖郎 什么祖郎 好棒 后来其实说真的 我过去我很感谢祖大哥 他会不经意的看到我每一次碰到 他就会说 修圈啊 我跟你说 你就是要三八啦 你要三八就对了 你漂亮也不比人家漂亮啦 太厉害了 但是不够三八啦 对啦 你就是要拉了 然后就是因为他这句话 我就开始变三八了 你真的拉了 秀场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咖 那以前都是像罗碧琳 罗美眉他们啊 然后有没有余峰啊 余姐他们都是那种 还有朱宝义我记得 那时候我们常常同台 然后那时候他们 站上去 他们的腿就到我这里了 然后整个就觉得很没自信 就觉得说 朱大哥怎么办 我有时候会请教他说 朱大哥你可以建议一下 他说我跟你说 你这个三八就 你摸到这样就对了 他说我 三八就怎么了 三八就了 那就要什么 那就要三八了 就这样 我叫他说 他叫你把三八就点掉了 对啊 然后有一次就是 我突然呢 遍布三八了 他就很不习惯 他说你这样不对 你这样 你要知道过去 朱大哥怎么叮咛 你说 你就是来办 因为去上他的节目 那因为刚好呢 我就是加第二次嘛 第二次 那你刚好去 因为我老公 我老公就会很介意我在台上 或是在电视机前 很三八 他就会很care 然后我就有一次上朱哥会社 然后就是跟以往的表现不一样 他就跟我命 他说 今天你是怎么怪怪的 就是过去你上朱哥会社的画面 对 因为我每天都跟他玩 然后那一次没有 他就有一点 我真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录影 重录的 因为那一天我太健兴了 所以呢就整个都 不够三百 不够三百 他说定录 已经录完耶 结果最后我还是 没办法 因为他 就是有一点觉得说 你如果这一段可能不会播 那也不好笑 其实朱哥那也是 模仿秀的启蒙老师 是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只会模仿凤飞飞 但是他有看过 那时候我算是秀场的新人嘛 比较没有经验 那他就会跟我说 你不要好像模仿凤飞飞 你就要给一些人 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学 蔡秋凤 叶爱玲 好 我们来看一段他的模仿秀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 你的脸有残留的脸 你的脸 你的脸 美里总有疲惫 我宁愿看着你 你虽得如此沉寂 胜过你心事却裂半无期 你说你想要他 偏偏住了我家 喜悦了 爱喜悦 剩下空心也不如 这一首我又多 用心两口却成空 我得懂怎么服务 一生爱从你的手 好 来来 帮帮帮 不简单 谢谢 谢谢 找一个 最后这个我知道 蔡秋凤 对 因为这个 第二个 叶爱玲 叶爱玲 第三个呢 第三个 邓丽君 现在最流行的 第四个 蔡秋凤 对啊 蔡秋凤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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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人 真的是微妙微笑 秀卿 我自己也吓到 而且我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模仿邓丽君吧 因为那时候在秀场 朱大哥有跟我说 就是他就一直 比如说我开始模仿 好 凤飞飞 我就朦朧 然后来 蔡秋凤 这样 结果他就 他跟我说 你在自己口气就对了 他跟我说 这几个又不够 来 邓丽君 我说我不要 我这个什么 模仿邓丽君 我的样子是很像 但是 但是可以不要叫我 模仿邓丽君吗 你真的觉得你很像吗 有 恋心 干嘛呢 他起一招这么多 然后那时候 朱大哥就说 你就是要去 你就要学啊 你要挑战邓丽君啊 你凤飞飞 国际巨星 邓丽君也国际巨星啊 你要挑战国际巨星 你所有的人 都会罵你 我说 邓丽君 也就是刚刚模仿的 很不像 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 对 第一次 来说模仿吧 我被他逼的 秀琴 模仿 歌星一定有的美感啦 对吧 比如凤飞飞的美感是什么 来 她的美感呢 就是连讲话都要像 比如说 各位朋友 我是凤飞飞 来 感谢您 请掌声 过来过来 过来 我其实觉得 模仿凤姐啊 真的很难 你声音讲话 任何都要像 肢体语言也好 然后眼神 都是要为妙为笑的 我觉得那时候 我真的觉得 我应该是第一把交椅吧 很多人模仿她 但我是最像的那一位 来唱一段 连凤姐本人都这样说 真的 来唱一段 好 来 乐队 乐队 好 喂 不是秀场吗 问姐秀场 好啦 那这样好了 尖叫声好了好不好 尖叫声来 朦胧的街灯 紧紧躺在小雨中 往事有裂过 我心头 有距离别的时候 紧紧握住我的双手 请请一句多尊重 蒙眼儿蒙蒙 感谢您 谢谢 谢谢 这个是 帮你杯杯 那秋凤嘞 秋凤嘞 有没有没有讲 有没有漏了 有人要看吗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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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胖嘴 白人啊開嘴 是金咧長魚 我哪是梁 Mint 涼咪就出嘴刺 這樣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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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真的是被... 一定要把那個聲音從這邊... 被蠻儘索逼 會誰 動不動 葉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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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讓人點我 你不覺得很難賺 我知道 你還主動點嗎 不是 我也知道很難賺 來 葉愛玲 葉愛玲 我又從台南起來 坐高鐵了 他又沒睡覺 又沒睡覺 對啊 聽不聽 葉愛玲 變成要側臉 就是要感覺很驕傲的臉 有沒有 他要側一邊 對吧 他叫葉卓臉 我叫張卓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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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幾話 對 我 為何不開口 對我說 你並不想走 我 為何不停留 再一次緊緊擁抱我 愛我 變重 愛我 變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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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麗君 鄧麗君又來了 來來來來來 他要回來了 沒有 他還要回來了 我要回來了 鄧麗君他要回來了 看完你的表演之後 我們講話都變這樣來了 鄧麗君來一下 不要啦 不行啦 沒有啦 鄧麗君啦 剛剛已經在電視已經有模仿過 唉唷 不行啦 很丟臉 這樣解鎖一下 其實我很愛憲你知道嗎 我們老婆說拜託啦 我就最怕什麼掌聲 來 走 來 謝謝 忘了 忘了 阿金 鄧麗君 阿金 鄧麗君 阿金 鄧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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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唱還不唱啦 沒有 我跟你說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才有大牌嘛 我解釋一下不是 我這個人這麼大咖 但是我還是很謙虛的 現在還有二十幾條 你現在是要唱還不唱 來 天蜜蜜 來 怡君 天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 開在春風裡 在哪裡 在哪裡見過你 你的笑容這樣熟悉 我一時想不起 謝謝 謝謝 我是小笨 好 好 連那個眼神有沒有 那個眼睛 馬上就溫柔起來了 趕快回來 張秀卿 沒關係 阿金 我們現在說正經 我剛才坐在你的旁 我現在替你很辛苦 你辛苦 因為你的唱歌是很大伯 你講話好像彈禮講 張秀卿唱歌 麥克風在這裡就有聽到 為了要模仿鄧麗君 你剛才都打開 打到我去旁邊 帶你去旁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呢 越簡單的事情 越難做得好 就是鄧麗君的聲音 雖然呢 大家感覺很甜美 好像很簡單 其實很難模仿 他是最難模仿 我是被朱大哥逼的 對啊 因為他第一次叫我模仿鄧麗君 我不知道不知所措 台下都是觀眾 那我想說怎麼辦 好吧 那我就 他隨便跟他說 你倒落就好了 倒落 倒落 因為他的意思說 鄧麗君已經躺平了這樣 倒落就行了 倒落就行了 然後台下就笑翻了 真的 我倒落後台下笑翻了 他們終於懂他的明白 所以我們這兩天 在談朱哥亮朱大哥 我們發現他的幽默真的是信手拈來 他有很多面相是我們過去都不知道 也從來沒有聽聞過的 比如說 他竟然會通靈啊 是啊 你們不知道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朱哥亮大哥 他的喜感其實是渾然天成 他有一次呢 這是他的結婚後來呢 講說這個謝辛達 小時候有多皮 他竟然他們的隔壁鄰居呢 是開計程車的 那在朱哥亮大哥 謝辛達小時候 那個是很久以前 其實計程車不算多 那個時候都騎卡打掐比較多 然後有這個計程車他就覺得很好玩 結果有一次他幹嘛呢 小小的謝辛達呢 拿了一個棍子 躲在人家計程車後面那個行李箱 你想他要幹嘛 那計程車開出去對不對 他行李箱一定是沒有關好 他就這樣子打開 人家旁邊騎腳踏車過去 打一下 然後再躲起來 然後再躲起來 你看他的喜感是不是就這樣來的 然後參小就很調皮 但是爆笑的是你騎腳踏車 經過一個計程車 旁邊有人打一下 然後你看沒有人耶 該不會見鬼吧 然後那個人就很驚慌失措 然後他躲在那裡面笑到不行 所以我們就說其實他為什麼會這麼好笑 然後他講的笑話這麼好笑 就是因為他從小就喜感失足 這是小時候 好 到他開始去念小學的時候 他又不喜歡上學了 幹嘛呢 他那個年代 小朋友都跑去看那個布袋戲 有沒有 每次那個布袋戲的時候 謝辛達就沒有在學校了 就跑去看布袋戲 他的老師呢 特別盯他盯得特別嚴 就知道說這個謝辛達 八成去看布袋戲 知道老師多妙嗎 老師也課都不上了 也跑去布袋戲那邊抓他 你看有這種老師也是很有趣對不對 你怎麼不來上課 我跟你爸爸講喔 我告訴你喔 你明天就要回來給我上課喔 你不准再看布袋戲 大家會想到說都被老師抓到了 那他第二天應該就會乖乖上課嘛 乖乖的 沒有來 他又去看布袋戲 第二天還是去看布袋戲 你知道理由是什麼 他說我不能不去看耶 因為今天那個主角的兒子要出場了很重要 你上課很重要 要去啦 我們來看 這是祖格蘭小時候 我們 好不容易拿到這張照片 好古老的照片對不對 古老的照片 你看以前的小孩子 截那個西瓜皮有沒有 來 這就是弟哥了 小的時候 真的看起來也是聰明未婕的樣子 他同班同學是鄭大教授陳芳明 但是你們各位不知道 其實他隔壁鄰居是徐水德 徐水德也是高雄人啊 徐水德人家 徐水德人家 對 差那麼多 徐水德人家比較愛念書對不對 他就很好笑就是說 因為常常 其實那個諸葛亮大哥 人家曾經訪問他說 那你都不愛念書 哪一科你最好 你們猜猜看 國文 不是 地理 不是 他小學的時候數學最好 哇 厲害齁 這你都不知道了啦 人家 不怪也要順白 各位菲菲姐 難怪他數字的概念這麼好 記者就會問他說 那你數學都幾分 59 我這輩子考慮到 59已經算最好了 我很厲害了 他說 他不浪費時間 會寫的寫完之後 他永遠第一個交捐 因為不會寫的不要浪費時間 不用猜了 小時候就不知道猜名牌 你知道嗎 就交59分 很厲害 好 因為不喜歡讀書 爸爸也常會揍他 好 結果呢 到大了一點對不對 小時候就去看布袋戲 等到大一點幹嘛 他說打撞球 那十幾歲的小孩 等到五六年級 是不是就喜歡打撞球了 那個年代齁 你要去打撞球 那時候叫什麼 打蛋子 蛋子房 那個爸爸媽媽會罵耶 他真的會去那個地方 對啊 結果他說 高仁河他們那種少年隊 都要去那裡帶小孩 你不知道齁 朱大哥說他那個時候多帥啊 他在那邊打這個撞球 旁邊的人再拔掉 好 賭什麼呢 賭他這一球會不會進 喔 厲害齁 所以他要拔是 對喔 自小薰毫的啦 他說齁 他這一帶是最後一個球 一定會進的 好 一定是一竿進洞 結果他正在擺好姿勢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拿扁袋 敲他的頭腦 他爸來了你知道 你是在做什麼啦 我還不知道他爸拿一根扁袋 追到那個撞球間來 一路被他爸爸打打打打打 就在那個你知道 他們家的門口跑來跑去 好啦 因為不喜歡念書嘛 你那張照片是他的同學給他 對不對 提供陳芳明 後來呢 其實老師也希望說 謝忻達你好好在小學校畢業嘛 就希望這個陳芳明 是不是考試的時候 也讓這個謝忻達看一下 其實朱哥亮大哥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說他爸叫他的同學做比給他看 對 對啊 他爸叫同學給他看 他爸叫她自己打打打 沒有啦 至少小學要畢業嘛 對不對 那小學後來有畢業呢 你知道嗎 他們班同學 他們還拿一關說 沒有 他們班同學一共45個人都有畢業 從46、47、48都留級 那第45的就是謝忻達 確實 這樣聽不到 對啊 對啊 這樣也厲害啊 厲害啊 是不是 小學畢業之後呢 不想念書了啦 14歲之後呢 他決定跟著歌仔戲團 但是剛才那個歌還沒努力 我很想知道 方明老師有給他看嗎 這你知道 諸葛亮大哥還真記仇耶 都已經五六十了 後來記者訪問他的時候 他說真是不夠意思 不是講好要給我看的嗎 他說他考試的時候 他說陳方明那字寫得特別小 然後你知道諸葛亮大哥就先罵一個他媽媽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超不爽的就說 不是講好要給我看嗎 之前那麼爽 我不看了啦 乾脆去教卷 所以人家最好還是畢業的啦 但是他說他就是沒有讓他看那個考卷啦 沒有關係 小學畢業之後呢 他就跟著這個歌仔戲團一年半喔 早期呢 我們的歌仔戲分成為野台戲 在外面演出的 對 叫外台戲 還有那種內台戲是在戲院演出的 諸葛亮大哥 謝忻達是跟著這個內台戲 他做什麼呢 當然不可能上去唱歌仔戲 他才幾歲 14歲 對不對 打雜啦 跟著學這樣子 一年半時間住哪裡呢 他們就住在戲院裡面 戲院的後台就鋪個草席 有個帳篷 你就睡在那裡 那因為這個戲班子裡面 也有跟他年紀差不多的小朋友 覺得他好奇怪喔 很奇怪 十幾歲小孩 照理說很累了嘛 白天都在忙這個忙那個 睡下去就一加到天亮對不對 是 他不是耶 他睡到半夜喔 他會自己起來 我講話會起雞皮疙瘩 他竟然會起來喔 講話 說夢話 說夢話夢遊 不是 是真的有人跟他在講話 很認真 他見鬼喔 沒有啦 真的 沒有見鬼啦 真的假的 還沒講完 就會這樣 小小點 講講講講 你知道其他小朋友就覺得很可怕 因為他是認真的 他是不要對空氣還是什麼 就講講講 而且以前那種西班子待了戲院 大家也知道嘛 要不然大火燒過 要不然什麼我們不知道啦 可能不乾淨 這樣子一段時間之後呢 跟他一起長大的玩伴 就覺得他怪怪的 三不五時呢 他就講一些他們聽不懂的話 好來了來了 重點來了 跟他一起的小朋友呢 那個時候的諸葛亮 已經十四十五歲了嘛 他這個玩伴大概八歲 那個時候呢 西班子就有一台破腳踏車 我們不是都會學腳踏車嘛 騎車 有一天呢 謝忻達 就跟他這個小玩伴講說 你不要騎車 今天不要騎 只有今天 像不像 不要騎 他這個小朋友覺得你亂講 會亂講 對 我跟你說齁 你騎出去會跌倒 而且齁 骨頭會傷到 還有 左腳 十四歲的謝忻達 跟八歲 真的喔 真的啦 我沒有 我講的都起雞皮疙瘩 你想想八歲小孩怎麼相信嘛 你騎 騎車 騎出去對不對 一路騎 啪啪啪 跌下去 左腳 左腳 到現在左腳的傷還在 可能觀眾朋友說 你也騎車的 真的喔 證人在那裡 左腳的傷還在 十四歲我剛才是八歲吧 八歲 還當我媽媽的歌曲團 我媽媽叫小米妝 我來看一下你的傷是真的 來驗傷一下 驗傷一下 驗名正身 左腳 證明第二顆 真的 對啊 你看 這個沒有在這裡 小時候 他說跌倒四頭 所以你是從小孩 從小在一起長大的玩伴喔 在歌曲團 沒有一起長大 真的 光義團的時候 那一年半的時間 來來來 老婆我們來 走過來 有沒有 他五年耶 他五年 他當時他告訴我 你盡量今天不要騎腳踏車 其實我本來就不會騎 我就想說有腳踏車 沒騎了 沒騎 騎了 就跌倒了 他真的告訴你 左腳 對 左腳 然後今天不能騎 你明天知道他後騎就沒事 這樣就是 我騙了 那時候才八歲而已 不用說也騎我 騎 你三個半月起來都在說什麼 他就起來 我一陣子起來 坐著 坐著 都沒說話 沒說話 一時才會說 好像不知道什麼人在對他說 那時候 我小時候 我不知道他會同齡 那時候我小時候 我收起來說 會同齡 他跟我說我的腳太太太太 你的爸怎麼沒簽一個名 叫那個豬大哥 沒有啦 那時候大家都沒名 是要簽什麼 沒有啦 現在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你當紅 你不叫他簽一個 你那一支腳就跌倒了 你知道嗎 他跌倒不要撲起來 而且要刺青 用刺青的 對啊 洗不掉 好我們來看 豬哥倆小時候的老家呢 先來一條巷子 他們稱他為 豬哥巷 豬哥倆他出國穿著了 又回來了 大家都來看 所以大家就改做豬哥 很好你看 因為他的古早餐已經拆掉了 是 豬哥倆的舊家 這以前的三合院 對 以前三合院 這樣 他都有做 脅補在那裡給他做 他就做給大家看 他這樣就做給我 表演的天堂 對 那個小時候的公圈 對 做好公圈 對啊 做孩子做好公圈 做孩子說 我們是叫西光大人 那個人就很熱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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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做 他就順便拔掉了 看到豬哥倆 回想這一段秀場時光 真是酸甜苦辣都有 我剛才也說 另一段時間是掌聲 嘘聲 吆嚇聲 還有槍聲的年代 BB姐 你們都有住過黑桌的 聽說你還躲在桌子底下 你怎麼沒打 什麼我沒打 你說什麼 其實秀場 沒當中黑桌的 就算沒紅了 真的 你是買機沒什麼 對啊 黑桌的開真正紅 都他們這個景觀 都要黑桌的開真正紅 說真的 因為我們以前都要跑場 然後我來這裡講比較快 因為 有一次 比方說我們去台中表演完 那表演完呢 因為演藝人員 我昨天有說嘛 我們不敢到處吃東西 一定是 先生你們表演完 都很乖 都做回到飯店 這就正確 我跟客人說 這讓藝人最單純最乖 表演完一定回去飯店 除了說 那個地方人士 還是地方老大 請你們幾團來吃飯 我們才有出去 沒有我們不敢出去 我們就是拜託人家 買回來那個飯店裡面 房間吃 但是那天 五百萬 他說 五百萬是什麼 五百萬 一個人的名字 你知道五百萬 你的新聞情五百萬 我給你介紹一下 我才要五百萬 不知道五百萬 五百萬 不是那個 五百萬 我給你介紹一下 秀場 廖峻碰號 五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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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當時我們三隊 同一家公司 同一家公司 然後我們 簽出那個什麼錄音帶 錄音帶表演 表演都是那個說說唱唱 然後說說唱唱 然後呢 哇 很紅 這三隊有到紅 所以呢 我們到台中表演的時候 那個五百萬就說 來到台中一定要唱唱 好 我們那一檔有楊凡好多喔 一檔下來都大概有一二十個嘛 然後他又大方 老大哥又海派 連那個舞蹈員他都請客 整旁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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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就 一問楊凡說 凡兒 凡兒 他跟 他很疼楊凡的 有人說 凡兒 凡兒 你要吃什麼 我們大哥唱 結果我吃牛排 對 然後我們就去吃 很糟糕耶 整頂五穿都去 大家都吃牛排 對 好 我們真的切牛排吃吃吃吃 那一人走過來 然後那個時候楊凡呢 他唱那首歌 最紅的時候 那個 愛情類 魚我 對對對 魚我同友大海 對 楊凡最最紅的時候 也叫楊凡 不要 你講話也叫楊凡 對對對 本名叫陳淨亮 然後 公民請亮 對 對 好 這種 鮮牛排 大家吃得很開心的時候 怎麼一個人走過來 然後那個酒杯就拿著 就指著楊凡說 欸 你不是這臭皮的就對了 這紅的這樣 我們那一道都不用過競一個媽 欸 現在是怎樣 當然就有罵三字經嘛 好 好 這個時候呢 五百萬大哥就說 老大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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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他不會喝酒 他不會喝酒 我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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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打招呼 對 然後那個五百萬大哥就走過去了 好 敬完酒又走回來 那一桌就有一點醉意了 那有一點醉意呢 就麻煩比較多了 因為我們繼續趕快說 大家說趕快吃吃 趕快走 趕快走 旁邊有別人 甜點不要吃 對 趕快吃吃 趕快吃吃 說時遲 那時快 大哥的朋友 來後台 然後就會帶一些勞力士美人 就捧場一職嘛 有一次表演 大概 我們包了一個包廂 大概五分鐘回來 然後他說 你有夠好嗎 你看 我們每一個人的路來都不白了 那有一點醉意呢 就麻煩比較多了 因為我們繼續趕快說 大家說趕快吃吃 趕快走 旁邊有別人 甜點不要吃 對 趕快吃吃吃 kalk harder 對 說時遲問十塊 他又來了 你說 隔壁渡的大哥又過來了 這個時候鍵他還要用 這個時候就有醉意囉 剛剛是沒有醉意 然後這個時候過來就說 但那現在是贏了 你們 relevant 現在是怎麼做 壞了 不 我本來是要帶他們 整兩桌都會向你拚禁 不過因為女孩子也會怕 我會不會喝熱酒 來來來 她就去紅茶 就說老大你們今天喝這桌都我唱 都我唱 都算我五百萬 都算 而且算三月 想到走出來 每個人都嚇哭了 每個人都被人家都被人家哭出來 有些人都在哭 包括你 那個有情我還沒哭 我還沒哭 那些人都哭 然後都躲在那個桌子底下 好 大家都走到這樣 然後那個五百萬 吳大哥 他就說老大 我在這裡給你們回事 你們名字 不管你們要做什麼 要吃 沒有名字 又一湯 怎樣怎樣 好 然後就終於解決掉 解決掉我們就回飯店 大家都走到那裡 五百萬 很有價值 我們真的好欣賞他 然後我就說 吳哥哥 你怎麼這麼好 我現在很愛你 你知道嗎 我很愛你 我們大家的名字都是求的 我真的沒有看過一個大伯人 這麼年輕的 我說吳大哥 我問你好不好 為什麼剛才那個人 那個鐵柱有可能開下去 因為他有喝酒 然後他如果開下去是愛死 你看 大家都驚到死 都閉在桌子上 你怎麼這麼好 為什麼要做一個大伯人 因為我是女兒 不是女兒 沒有人 不是女兒 沒有人 沒有人 他們乎抬頭就抬頭 抬頭都可怕我 我是要躺在那裡 所以 公布率三張真好 其實,他是一個很大的教過演藝人員 然後他也是因為要照顧我們 然後他也很幽默 所以你看,要吃這正飯也是有事 好,我們來看過去 嗶嗶姐和豬哥倆的互動 嗶嗶哭啦 對 跟豬大哥合作過很多很多次 最近有一次機會很難得跟他見面 就是他結婚那天 所以喔 為了要跟他更加紀念 他應該結結幾次婚了 我是希望這次最不錯 跟豬大哥真是實在很久 因為包紅包包得平民了 小女兒啊 我這種人 你有來我就有去 你包多少包我都聽話 都了解 小女兒啊 是先借我當小的一個而已 演藝圈 大家都知道說我卡丞很聰明 陳小玉是高的 我是聰明 我稍等一下用我的臀部寫電話號碼 寫電話號碼來寫電話號碼 要寫您家寫我們家 寫您家寫我們家 寫我們家的電話號碼 你如果是看得出來 打電話號碼 我請你吃一塊牛排 唉唷 真是過去BB姐的風采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好精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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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那你都嚇死了喔 阿嬤 我告訴你 你如果買菜回來 我不要說BB 你如果都沒變 你們有夠的白菜 頭髮本來你看 好人多 現在越來越少了 你們都不要跟我騙說 我好像頭髮變 你阿嬤BB姐 都很變喔 都會越黑喔 不過韓西喔 秀場跟黑道一直是 簡不斷裡還亂的關係 對… 今天是趕不回來喔 我應該也要出來說 他BB就走出來 我早就要走出來 這幾天OK啦 沒問題沒問題 小的事情就好了 我跟你說喔 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 當然跟秀經 跟BB也不一樣的年代 兩個都比較有氣 兩個都比較有氣 我們那個時代 不管在外町還是外町 我先講內場的好了 內場的每一個人是 搭應了這個地方 那那個地方也要用你 那他就搭到了怎麼辦 搭到了 搭到了 就沒辦法 那是不紅才有在唱 我告訴你不紅 沒有人在唱 四馬三三以前 你看多紅就好了 四馬三三又又是誰 四馬三三又又是誰 四馬三三就是 你又是比較有氣 四馬三三就是中式 我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四馬三三 對… 四馬三三這樣很紅 很紅 很紅 他那個圓著的孫生姊妹 像姓姓姓姓 我們台灣第一齣人俗教 有一個人 有兩個人 同面 技能分飾兩角 對… 我就帶他去唱 旁邊那樣是楊凡 對… 凡哥凡紅 我告訴你 如果沒有紅的 都沒有女生 你一定會紅的 真的 四馬三三那個時候很紅 聽說 謝謝小白 對… 我跟你說 為山領埔 其實為山領埔要走到 走到這個藝款 其實也不遠 但是你當中有一個禮 不可以走來走去 所以… 就只答應一方 只答應一方 那一方演完了 我跟你說 領不值 那就得罪另外一邊了 不是嗎 得罪了不講 領不到錢才用 為什麼領不到錢 就… 他不是很紅的嗎 當紅炸子機 老闆不付錢 老闆就是貪錢 要自己貼下來 我會永遠 還可以這樣嗎 以前秀長還可以抠克 高薪的錢喔 當然 對…有而已沒有錢 我是經紀人 那時候我做經紀人 這樣你會A掉嗎 沒有啦 我去討 我也去打 那次是怎樣 去討錢 討錢 討錢 那時候是關鍵 拿不回來 關鍵是多關 那人前2萬5算做紅的啦 1天2萬5還是1公園2萬5 1公園2萬5 1公園1公園2萬5 1公園2萬5 現在的10幾10萬吧 應該現在1萬5萬 1公園2萬5 現在2萬5 現在2萬5 1公園2萬5 他做7公園 那都7公園的動機 1公園過60萬耶 對 7公園就17萬5了 驚死人 那就貼不了 貼不了要怎麼辦 一般貼不經紀人要批 我當然沒有可能會批 你去討 我去討 我去討 我就去討 我去討 我去討 就有老闆 你要說名 不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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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怕你 你待會兒怕不出去 因為我怕你這邊的腳 還有一個巴 對啊 沒有啦 反正的囂張也不一定滿滿 那時候你老闆的錢是怎樣 那時候老闆就是說 我就沒錢了 我告訴你有賺錢 董奇那人不然怎麼 沒有錢 我說是輸購 輸購 老闆就是輸購 不然我就拿 不然我就拿 我當初也沒有錢給 那個 那個 司馬珊珊 我就說 司馬珊珊 你比較大 你親身去找老闆拿 你聽不懂嗎 你聽不懂嗎 還要夠沒道理喔 老闆抱歉 老闆抱歉 老闆也抱歉 但是司馬珊珊 也抱歉 老闆也抱歉 你聽不懂 因為他在討 老闆就把老闆拿下去了 你說真的假 我覺得那不是老闆 我覺得這輸購 這樣就對了 把老闆拿下去 你後來 沒有錢 過瓜絲也有 那時候 拍過 拿不到錢 還要去拿 兩個兄弟 對兄弟也是拿不到 所以我們只要吃悶虧嘛 常常吃悶虧 所以以前不只是搶檔旗 對 而且還有 拿不到錢的 當然有 以前的搶檔旗 據說 最嚴重的時候 還會軟禁老闆 對啊 對啊 趕緊起來 對啊 以前 我們現在 紅的藝人 聽在哪裡都要唱 以前有一個 瓜布團 很穿 叫做鴨哈瓜布團 對 鴨哈瓜布團 那時候回到台灣公園 那時候大家要唱 鴨哈瓜布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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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胎主就是小咪 鴨哈 他的胎主就是小咪 對 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唱粉音那裡 對 鴨哥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是鴨哈瓜布團 鴨哈瓜布團 這是鴨哈瓜布團 所以鴨哈瓜布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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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鴨哈瓜布團 這個鴨哈瓜布團 這團最穿了 這個方式 台灣票房的保證 你今天都經虛台 我就請到他去那裡表演 我告訴你 都賺錢 所以那時候 就是要在我們唱 因為他 他回來的時候 公園 他不是說每一個館市 都有公園 他是鴨所在公園 所以他在台灣 時間不久了 聽說你也包貴他的黨籍 對 他是我們長的 你們長的也包貴他的黨籍 對 那時候鴨哈 那時候鴨鴨 鴨鴨鴨鴨 兩間戲台而已 一間國際戲台 一間萬眾戲台 兩間都差不多拚大鏡 但是萬眾戲台 比較少大鏡 一半 就鴨鴨鴨 鴨鴨鴨 鴨鴨鴨鴨 叫來講 說就是這樣 這是票房保證 趕騖起貴 Kalen 其實只有豪華 竟然種旗 跟úcar 好像印鈔機一樣 mag 所以說何 cop 就那時候 搞不好 先叫他 做豪華 先叫他 先去開槍 正叫他 在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 開槍 cor 那些大事情 不是說現在 牽菜 committee的 要跟你轉過 以前 我們那個時代 以前 你們的時代是怕下來撐著穿的時代 對啊... 以前的時代 到聯合那時候... 以前是怕下來撐著穿 積分蠻多的 以前都撐五千的 開穿後一樣 國際那個老闆也沒有給你負責就對了 好...沒關係 請你來出場 出場 請你來多一分鐘 記名氣... 因為家裡撐的時候... 抱歉 撒嬌... 來 我們來去住這裡百鐘給你交代一下 一直到藝術進行公演的時候對不對 事已成真了嘛... 綁回來了 你沒辦法了 你沒辦法了嘛 綁架老闆 對 我給你綁回的時候 我也怕你來亂啊 我也怕你來亂啊 所以那時候好像剛才BBC說的 他們的團都團進團出嘛 團進團出 對 團進團出 你叫是陸客團喔 對 團進團出 都會貼樓的啊 整飯店給你... 交通車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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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說... 交通車給你... 交通車給你... 比誰說... 要不要吃飯... 完了團進團出要整團出來 以前藝術一團多少人呢 以前藝術他們自己的... 燈光他們自己的... 那一團四、五十人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以前... 以前在唱藝術 不只是唱藝人 以前藝術回來... 大家唱... 大家亂唱... 大家亂唱... 所以以前藝人... 出入也都要小弟盯著 對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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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多少人... 那時候... 分臨到頭... 要請雙兵吃飯有沒有... 都記著了... 都不知道了 兵兵姊... 那是... 對... 高票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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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像是兵哥所說的... 印鈔機 這個... 我相信在座... 大家都知道嘛...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就是那個... 那個樓梯... 阿卿也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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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個樓梯一上來... 那一間... 那一間... 同一個樓梯喔... 然後呢... 我們跟菲玉清... 廖金碰碰碰... 我們所有人在那邊表演啦... 然後... 表演完... 好萊塢跟白蘭壞有嗎... 這邊... 我們趕過去對面喔... 一支樓梯... 那個... 可以這邊表演完... 跳過這邊... 就左右邊嘛... 一個樓梯上來... 只分左邊跟右邊... 不同老闆經驗... 對... 這樣跳過啦... 然後我們去到那邊... 老闆娘... 你剛才不是在那邊... 你現在怎麼找到... 沒有... 藝人跑場... 客人也跑場... 沒有... 那叫經濟好... 客人也跑場... 客人跟著藝人跑場... 然後我們比方說... 我們表演完... 然後我們要趕到... 中山區的林森北路... 要趕到那個... 西門町的巴黎石... 好... 買虎... 買虎啦... 你坐計程車... 保肥機也買虎... 那你要做嗎... 那我們就這樣啊... 快點... 那滾了... 你有沒有去滾這樣... 蝦子躺下去... 五百萬... 先走... 走... 然後我就把那個鞋子脫掉... 他跟阿欽說... 蝦要躺掉... 然後那個... 禮服啊... 兩腳蝦... 快點... 然後那個五百萬... 已經攔好摩托車... 攔好兩步... 做摩托車比較快... 怎麼辦喔... 不認識... 然後就... 一跳上去... 快點... 西門町... 巴黎石... 快點... 你把我載到... 我請你吃一塊五百萬... 好... 每個就把我們載到... 有的就說... 沒有... 對啊... 就一般老百姓啊... 然後他們就說... 沒有... 沒有... 你有來... 謝謝... 我們一上去... 然後那個五百萬... 漂... 七頭人... 趕場... 趕場... 很累... 女生... 你穿的雷虎很難尿啊... 對... 然後就... 他先唱啊... 他先唱啊... 因為他們已經介紹... 五百萬... 然後他就... 漂... 漂... 七頭人... 我麥克風拿著... 在那個... 洗手間裡面尿尿... 會不會外面在聽他... 一定有聽到... 然後多好笑... 多好笑... 然後尿完... 好舒服... 然後他那個歌已經唱一半... 然後我就要洗手... 洗手... 然後... 你看... 忙到那個勞力士是防水喔... 我竟然... 忙到把那個手錶... 拆下來... 然後洗手... 洗洗一下...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從... 台下衝上去... 五格格... 你好嗎... 他就... 他就... 外表啦... 太難了啦... 然後我又從... 台上... 衝到那個洗手間去... 早就不見了... 那個手錶... 沒有錢... 有多少錢... 那個樓雷多少錢... 那時候... 那時候... 滿天心... 百貴吧... 什麼... 買一棟房子耶...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才... 你丟了一棟房子... 不是只有我丟了啦... 就丟了啦... 因為... 那個年代... 順便帶到... 我們去表演... 好... 那有一次表演... 大概... 我們包了一個包廂... 也是當地的那個... 大哥請我們吃飯... 然後... 那一次... 高玉山啊... 卓勝利 卓大哥啊... 好多人... 我們二十幾個... 然後那個時候... 台灣的景氣真好... 藝人也賺了很多錢... 然後呢... 就有人... 是大哥的朋友... 來後台... 然後就會帶一些勞力士... 每人就捧場一支嘛... 所以那個時候... 每一個藝人手上... 沒有強迫要買的啊... 沒有強迫啦... 我們很高興的買... 對... 所以每個人... 人手一支勞力士... 那那一次... 也在台中... 我們就吃飯... 二十幾個人吃飯... 那我就要上洗手間... 又來了... 又來了... 碰公白的好處就在這裡... 我去尿尿... 大概五分鐘回來... 我怎麼那個VIP room... 一打開... 那氣氛不對... 那大家的臉都... 像阿姓這樣... 很難看... 到頭了... 我就說... 那是什麼事情... 那她說... 妳有夠好運耶... 妳剛才是不去... 便宿 我說... 怎樣... 妳看... 有一個人的路... 都放白去了... 五分鐘... 就是信啦... 就是... 欸... 進去的那個人... 欸... 進去的那個人... 然後就拿著槍... 然後... 就說... 好... 快點... 對... 全部都拿下來了... 那進去那個... 四賣給你們的那個人嗎... 應該不是啦... 不... 一樣啦... 妳不要給我... 我相信啦... 是妳的客戶... 六次... 進去的那個人... 欸... 進去的那個人... 然後就拿著槍... 然後... 就說... 好... 快點... 對... 全部都拿下來了... 那進去那個... 四賣給你們的那個人嗎... 應該不是啦... 不... 你不要給我... 不要啦... 你不要給我... 行李... 六次... 千萬不要... 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 買錶在台北... 好... 放下來在台中... 你現在還在爬啊... 好... 現在還在爬... 你看我的貼心... 我就會怕... 聽說以前... 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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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票... 本票也是問題... 也是學問... 其實... 他們兩位... 應該比我還清楚... 因為買票是這樣嘛... 買票就像包黨嘛... 比方說... 呃... 好... 我們是那個... 楊老闆誘賞的旗下... 的藝人... 那... 像朱大哥... 我們巡迴公演100天... 那你想想看... 100天... 一個地方... 一檔... 10天好了... 是跑遍全台灣... 那你要跑遍全台灣... 一定要誘賞這種人嘛... 因為... 他... 每個角頭的老大... 他都會學習... 所以他... 又少我們... 翻譯一下... 楊登魁... 楊老闆這種... 對...楊老闆... 那因為... 他高杯看... 所以他到哪裡... 每個人都會捧他的場... 然後呢... 比方說... 好... 我... 你是... 阿關... 北港阿關... 北港阿關... 好... 感謝你... 一千張給你吃... 一千張喔... 假設這個票是... 一張800... 好... 我幫你打幾個... 好... 然後你吃一千張... 那... 你是老大... 我如果吃不下去... 為什麼... 你要吞下去... 沒有啦... 我是說... 你如果吃不下去... 不可能吃不下去... 因為老大... 它下面還有分支嘛... 還有... 還有分支很多... 所以是槍不夠... 沒有吞不下的問題... 我跟你說... 沒有一個老大會說... 我吞不下... 沒有...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們到哪裡表演... 一定大爆滿... 一定大爆滿... 然後呢... 就跳起早就賣光了... 早就賣光了... 早就賣光了... 然後呢... 再來就變成... 老大下面有小弟嘛... 好... 那小弟... 很多... 那... 臉孔... 有的我們記不住... 有的記得住... 可是久而久之... 因為這樣十天下來... 在後台這樣走來走去... 就變成有一點... 臉熟了嘛... 就大家會打酒吧... 是... 有一天就變... 小弟包黨... 小弟變大哥了... 對... 那小弟來包黨... 一定會說... 我那個... 阿關的老小... 對... 你有阿關的一千張... 你有阿關照顧... 我也要八百張... 不是... 你有阿關照顧... 我現在要包黨... 我要當老闆... 我要包黨... 那他要包黨... 他就會點誰... 誰... 誰... 你點點... 好... 他就去賣票啦... 那有的正在跑路... 誰正在跑路... 我不知道... 你啦... 都不會這樣... 我是說... 有的他拍過... 因為在跑路... 那他要包黨來賺一筆嘛... 所以呢... 他就會... 地方的人就會幫忙他... 就會幫忙他... 那有的人... 他是真的... 不錯喔... 我趕快來包黨... 好... 所以他票就賣嘛... 有的人就混得好... 他們票賣得很好啊... 所以... 我們有拿到錢的... 有... 拿不到錢的... 喔... 對... 但是我們拿不到錢... 都給楊老闆拿... 當著... 做... 義務的義工啊... 其實楊老闆... 慈善事業... 有了... 很多錢... 那拿不到錢... 楊老闆有了... 其實喔... 我順便喔... 就在這裡就說... 楊老闆是... 演藝圈... 非常尊敬的一個老闆... 他喔... 他就是... 喔... 他的人... 北斗很快... 然後只要演藝人員... 他在其實他... 有什麼事... 他在道上也... 大家都很稱讚他... 然後演藝人員有什麼事... 他... 你只要開口... 他一定幫忙的... 他不會說... 你如果經濟有問題... 對... 像他這樣子的大哥級人物... 你知道他... 有一次... 我們在高雄... 他去上洗手間... 也是吃飯... 吃飯回來... 他就坐著... 他的勞力士還在嗎? 他說... 去一個便室... 放一部... 勞力士去老闆去... 他也給老闆去... 我們說...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什麼人敢跟你... 我剛才是... 難道是真的... 對啊... 然後他說... 嗯... 你說這樣... 洋燈腿跟洋燈腿... 那個小孩子... 還不怕我... 還吃藥... 來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就說... 路來北騎... 我就抱他了... 我乖乖抱他了... 我又跟他說... 拿去拍... 謝謝... 沒有... 他跟他說... 好好做啦... 好好做啦... 就這樣... 其實...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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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